字幕志愿者 杨宏、丞 KPVI Benности版 刘雨保water 日文文文本学 There are many new bombe sauvres 第一ands of its great recommendation 来训练你们 Don't do your own reroutube fifteen being feint 我今天不一定可以讓你們有機會看到短片 我看看等一下有沒有機會 就是那個Schimmer他在介紹他的操作資源的時候 他在一個研討會上 因為他去發表他發現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他就舉了一個好玩的例子 他說他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在大學部上課的時候 他說他也被就是曾經被這樣的制約過 他才知道說那個那個 其實連他都避免不了 他說他就在拜上上課的時候 然後全班的同學 你們不要隨便去拿另外一個老師當實驗品 就是全班的同學 他說全班的同學 因為他就從他身上學到這樣的原理 所以全班的同學就約好 大家就約好這樣講好 他說等於他們要制約老師的行為 所以當那個Skin 他就每次都講課講講的很興奮 他就會走到這邊講這樣子 然後結果當他一走向同學的時候 同學就大家都約定好 就開始好像愛聽不聽這樣子 然後就把頭低下來 就是不理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怎麼 就是他下意識的啦 他也沒有覺得很大的奇怪性這樣子 因為他不是這樣一起 這樣一起就會 那個就是太明顯了 然後他就覺得開始講講 然後他就覺得怎麼同學都沒有看他 然後他就開始往後退 就是講講然後還是繼續講課這樣子 然後大家還是都沒有反應 所以他就開始寫黑板 然後他就說 那當他開始寫黑板的時候呢 他就這樣回頭 他就發現 怎麼全班又很有精神的在看著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子 他就寫寫寫 然後他發現全班就都有 就是都很樂意聽他聽課的時候 他又不自主的就轉過身來 又要很興奮的在看他 開始講講他的一些原理 等他又往前走的時候 同學就開始這樣 就寫自己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感覺到 就是很沒去 然後他就開始就又 開始走走走 然後走到這邊 然後他就開始在寫他講的東西這樣 然後他每次他寫寫的時候 他就開始這樣轉頭看一下 欸全班又有精神了這樣子 然後他寫寫 然後就趕快又走過來 又要開始去 去好好的表演一下 結果全班就這樣 這樣幾次之後 結果發現喔 就是這堂課的後半場 這個老師都站在這裡 講課 因為他唯有這樣講課的時候 他才發現全班有在聽他講課 也就是說 他的行為已經被制約到 他講課的時候 都是這樣 撤著身子講話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研討會裡面 講這樣的一個例子 來去說明 他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這樣好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都是在 不知不覺當中 就被別人或被環境所制約了 好 好 那前面的兩種 學習方式 古典制約跟操作制約的 原則原理是這樣的 那是行為主義學派所提出來的 好 之後 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廣大的回想 也就是說 大概在 1950年代 1960年代左右 一直到1970年代 大概這30年 當中都是 行為主義學派是主流學派 也就是說 他們的一些主張是 當時候所有心理學方面研究的一個潮流 那可是後來開始慢慢有一些 不同學派的學者 或者是學者開始 有一些不同的 的探討跟看法 他們覺得說 學習 learning 如果只單單從行為學派的古典制約跟操作制約 因為他們不是否決或者是否定掉這兩種制約的行程 但是他們覺得學習一定不會只有這種 這兩種方式 就是個體在非常被動的情況底下 來去形成一些學習的行為出來 所以後來就有一派學習叫做 學習論者叫做社會學習論者 他們認為說 他們 我們很多的行為的獲得跟學習 不單單是透過制約而來 一定有其他的管道 所以他們就提出了一個管道叫做觀察學習 因為他們看到 尤其是在人類的身上 小孩子的身上 他們看到很多小孩子的行為 他其實是 有點類似像耳濡目染 或者是直接模仿父母親 小時候直接模仿父母親 可能大一點之後他就會模仿師長 或者是同才的行為 講話 習慣 那或者是像 你們還會不會崇拜偶像 追星 那個在哪一個年齡層 國高中 國高中 大學比較少是 OK 那你們的崇拜偶像都是 你們有沒有偶像 沒有 好 最小最小的時候 學齡左右的小孩子的偶像是什麼 爸爸媽媽 然後再長大一點的偶像是哥哥姐姐 然後再來是同才 好 那他們都會透過這樣的觀察學習 來去塑造自己的一些行為 那社會學習的條件一定是有這幾個方式才會形成 一個是他一定要對這樣的行為發生注意 比如說媽媽講話的方式 爸爸常常使用的口語 這些他一定要是能夠注意到 好 然後再來 他一定對他所觀察的經緣他要記住 好 比如說講話的聲調或者是生活的習慣 好 這樣子 喜歡什麼東西不喜歡什麼東西 他要對他所觀察的對象的這個行為 他要記住 之後呢 他要讓他有模仿的機會 好 如果你們家裡有比較小的小孩子 好 你們大概其實很容易觀察得到 假設有 大概五六歲七八歲的小孩子 然後他下面還假設還有弟弟妹妹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 哥哥姐姐會用爸爸媽媽的口氣對 他的弟弟妹妹講話或者是要求 而且理由都一樣 都是他爸爸媽媽要求他的 他就用這種方式來去要求他的小孩子 這樣子 有一次我的子女他也是大概現在是國小一年級 然後他弟弟是兩歲多 這樣子 我媽媽跟我講說 有一次 因為他只有他一個人在家 然後他就要安撫那個小孩子 就說好 那給你們看卡通好了 本來老大都很喜歡看卡通 看卡通的時候都很安靜 可是那時候他爸爸媽媽不在 結果阿嬤就說好 讓你們看卡通好 看Dora M 可是我媽媽他不會操作 就叫那個老大來操作 然後當他去操作的時候 現在不能看卡通啦 那個眼睛會壞掉 就是搬出一大理由這樣 我媽媽就給弟弟看沒關係 然後他就好 心不甘情心不願 就把電視打開 然後弟弟看不到十分鐘 他就把電視關掉 就說看卡通對眼睛不好 什麼的這樣子 就是他就是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表示說之前就是因為他學習到 他觀察到他爸爸媽媽怎麼來要求他 的那個理由跟語氣跟口氣 在他爸爸媽媽不在的時候 那他就有機會把他記得的模仿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行為的潛在複製 就是說他可能之前沒有這樣子的表現 可是當他有那個情境跟機會的時候 他就把他記得的東西 就把他複製出來了 複製出來了 那在幾年前我也看到一個報紙在描述說 在日本有一個小孩子八歲 被發現在開車 在開車 那可是他從來沒有開過車 為什麼他可以開車 當然最後他還是撞到了 才會被發現 就是撞到人家的東西 才會被發現 那後來我發現他為什麼會開車 還會打檔 還會前進後退 結果發現是因為 他爸爸每天都開車送他上學 然後他就是看他爸爸怎麼打檔 什麼時候要做什麼這樣子 可是他沒有機會開車啊 可是那時候為什麼他有機會開車 是因為他爸爸忘記拿東西 所以就把車子倒回到他家裡面沒有熄火 然後就下車拿東西 然後他就有這個機會 車子已經在發動的情況底下 他就打檔後退 然後就車子就開出去了這樣子 就是開到那個 大概走了一條街 然後去撞到別人 那像這種也就是很單純的 一個模仿的行為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提到一個替代學習 這裡提到的是說觀察學習 表示說這樣的學習 不需要這個個體主動 像我們說古典制約跟操作制約 都是這個個體 他要主動在這個環境裡面做些什麼 反應些什麼 觀察學習不需要 他有時候是看別人做了什麼行為 得到了什麼樣的結果之後 然後他再決定他要不要去做這樣的行為 那這個就是替代學習 也就是別人替代你做了這個發聲 然後你只是透過觀察就學習到了 以前我那個大兒子 因為第一個要上小學 然後他們的老師是學校一個很資深的老師 然後就告訴他們說上學不能遲到 好 那這個是大家共同的規範對不對 就開始上學遲到之後 他開始要被罰 比如說 站在後面 你遲到幾分鐘 就要面壁五分鐘 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還是有人遲到 老師就要讓他們拿個椅子 遲到五分鐘就拿個椅子 在後面五分鐘 那我兒子從來沒有遲到過 我們家裡住很遠 可是他看到同學這樣子被處罰之後 有一天我就發覺很奇怪 平常我們都是很正常的起床上學 結果本來是六點半起床就夠了 開始發現他怎麼開學後一個月多 他就開始 就是 快要六點的時候 他自己就起床了 不需要我們去叫他 他就起床 他起床他就趕快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去叫他妹妹起床這樣 他妹妹不起床他就會發脾氣 好 那之後我就想說 不用這麼早沒關係 等一下媽媽再叫你們就好了這樣子 可是他也從來沒有遲到過 可是再經過一個禮拜 不對啊 他怎麼五點四十就起床了 然後真的就時間越來越早喔 就是大概隔幾天他就會提早一點 隔幾天他就會提早一點 隔幾天他就會提早一點 我想說不對連我都受不了 因為我不可能那麼早起床 他五點二十起床 我想說不對不對 我一定要找他們老師問個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我先問我兒子 我說 你這麼早起床幹什麼 他說因為怕遲到 妹妹每次都那麼慢 然後我就說 啊你有遲到過嗎 他說沒有啊 可是他怕遲到 我說那你們遲到會怎樣嗎 他說因為會在後面罰站這樣子 啊我就去找他們老師 有一天我去找他們老師 就看他們老師解釋 我看到的現象 然後那個 因為他在他們班一直都是 還不錯 表現還不錯的小孩子 然後他們老師聽到我講 他們說 欸不會啦 怎麼會有這種 就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說那這樣子他要好好處理 他說他其實讓那些小朋友 呃就是他也不是說真的要處罰他們 而是他發現 在班上遲到的都是什麼 住學校最近的 遲到的最久 那他們覺得說 那這樣子 就好像你們住宿舍 通常都是會遲到 上課的比較多 所以他就覺得說 你住那麼近 然後又 又又遲到那麼久 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他要用這種方式來去 處理那些小朋友 可是處理到的效果是在我兒子身上 然後他就說 好好我會找你兒子抬一下 結果他那一天就 把我兒子叫去 他跟我兒子說 說 欸你們家住得很遠 而且你每次都沒有遲到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個問題就是 那個遲到是很要緊 因為你們家住那麼遠這樣子 然後就是跟他解釋 那個是沒有關係的之後 他的睡眠就開始會再恢復正常 該起床的時間他才起床 這樣子 所以你會知道說 一種小小的動作 其實尤其是對小孩子的 那種影響有多大 那我們身為家長的 或者是老師的 也要能夠去觀察 因為小孩子他們的那種經驗 或者是判斷 或者去思考 不會那麼的細緻 所以越小 年紀越小的小朋友 他們受環境的影響越大 也就是說我為什麼說 古典制約跟操作制約 在小孩子的成長 小朋友的這個階段 效果非常非常的棒 你如果可以善用這種制約的方式 你可以把小孩子帶得很好 對小孩 可是你用的不好 比如說你又懲罰過於 使用有效的制約的時候 這個小孩子的行為 反而會產生混亂 或者是負相 或者是錯誤的歸因 也有可能 這樣子 好接下來 談三個學習 很好玩 一個是叫做頓悟 頓悟的意思就是說 我遇到一個困難 我沒有解決 就是解決的策略 一直解不出來 可是突然 我發現了解決的方式 這種行為 本來是被放在 非學習的一個領域裡面 可是後來的研究探討說 其實這裡面還是隱含的 有一些學習的經驗在 如果你以前的學習經驗越廣 其實你在某一個困境裡面 產生頓悟的可能性就會越高 那在早期的頓悟的研究裡面是 我這邊找到一個動物的影片 你看這個鴿子 以前最早是用猩猩 在一個籠子裡面 他如何去達到他要的香蕉 他怎麼去解這個困難點 這是一個鴿子 他如何去達到他 想要達到的這個行為的目的 你看他 他一直拿不到那個香蕉 可是他也從來沒有學習過 他也從來沒有學習過 用什麼方法去拿到那根香蕉 為什麼要拿香蕉 因為有一個東西在那裡 他就試試看 這個是可以動的 有嗎 拿到了 好 我想用其他的東西也可以 一樣 反正就是一個東西 一個他想要的東西 最早期的研究是 對那個猴子跟猩猩 他把猩猩灌在籠子裡面 然後香蕉掉得很高 裡面就是幾個箱子 那他站到一個箱子還不夠 他要想辦法把這箱子疊起來之後 他才能夠拿到香蕉 這樣子 那看就是看那個猩猩跟猴子 他們用什麼方法 花多少時間去找到這樣的一個解題 然後還有一種說是 一個香蕉是在籠子的外面 然後這裡呢 外面可能有就是兩三根長的棍子 可是他只能夠拿到一根 可是他透過那一根要去拿那個香蕉也拿不到 他必須要去 透過這一根去勾到另外一根 把它結合起來之後才能勾到香蕉 那也是一樣 就是去觀察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猴子 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他踹了多少次之後 他才會想到要用這種方法 那這種頓悟的學習 後來也有一段時間就是 有很多這方面的探討 那細節我們就不再講了 另外一種是認知地圖 也就是說 除了制約的學習行為之外 有一些學者他們認為說 我們在不管是動物或者是人 他們發現我們都對那個方位 就是那個環境空間的方位 其實都有一些記憶的能力 那這個東西會放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讓我們去找到一個最簡潔的 一個解決的路徑出來 那他們也從老鼠的身上 做到了這樣的一個證明 就是說他們用一個比較複雜的那個 那個迷晶 像這種走迷晶的 那他比如說把老鼠放在這裡 然後食物放在這裡 那迷晶有一些路可以找到食物對不對 有一些是比較遠的路 有一些是比較近的路 結果他們讓老鼠走幾次之後 結果發現 你當你在把它放到這個 頭的地方的時候 老鼠之後都會走那個最最短的路過去 他不會再一次一次 就一直試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證明說 在經過了一些練習之後 這個老鼠其實已經記得了 最好的路徑在哪裡 那他就會 就是一次就可以 那個就是 就是找到 最有效的路徑去走這樣子 好 那再來有一個概念 叫做潛伏學習 這個他不一定是一種學習型態 但是他有可能發生在 我們剛才講的觀察學習 或者是認知地圖 這種制約裡面 都有的一種現象 他只是單純的講說 學習 我們剛才講說 他一定要是行為表現出來 我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嘛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是什麼 有時候是 其實我已經學到了這樣的經驗 或者是說 我已經學到了這樣的行為的習慣 可是我並沒有機會表現出來 他是隱藏在 在裡面的 這個歷程是隱藏在裡面 他只有在某種情境底下 那允許這樣的行為發生的時候 我就 一聲就表達出來了 就像剛才講的 這些小孩子會學開車 或者是觀察學習 也是一種 就是 應付學習的一個歷程 也就是 他是默默地學習 默默地學習到 我如果遲到的話會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 他並沒有輕生地去經驗過 可是等到 遇到他的時候 那他就知道 他該怎麼做了 那這種叫做 潛伏學習 或隱內學習 這樣 好 好 就這樣 這是我們在學習裡面 要給同學 了解的概念 有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